今天是3月16日 自从意大利3月10号分成以来 那么今天阳光明昧 我出去采购了一些买吃的东西 那么等一下我带你去看看 那么现在这里的物价是怎么样的 那么出行呢 只要填好这张自我声明的出行 声明证书就可以出行了 以备路上警察检查 开着车在家附近的上了缓程高速 路上车没有平时那么多了 明显的减少了很多 那么我现在已经进入Metalos了 Metalos他们的公司 也在这里提示顾客跟顾客之间 要保持一米距离 只能是一个人进来消费 今天带着女儿过来也不让进来 来国家上现在看到的是 好多蔬菜也已经没有了 刚才来到了海鲜这边 这里的海鲜也是不多了 几乎也都是空的了 在海鲜柜上也都没什么海鲜 因为这个公司主要是针对开餐厅和酒吧的 所以餐馆都关门了 他们也没什么争议 这里还有几只 那么阿美里加鲜都是20厘米 而且价格也是特别的便宜 只要10欧元一公斤 这里都是意大利的奶酪牛油 那么价格跟之前比起来也没有涨价 就差不多跟平时的 这里来到了这个卖肉的地方 就是新鲜的肉这些都是 那么牛肉 这里还有一块国籍的肉 剩下都是这样的牛肉了 这里是意大利的面条 意大利人最喜欢吃的面条 有各种各样的面条 不过这些都是新鲜的手工制作的面条 新鲜的这些是 这里有些红色标签放在这里 它是有促销活动减价的 这个价格是已经减下来的 四月中左右吧 可能意大利的复活节呢 马上就要到了 当时他们还是把这些复活节的 这个巧克力做的鸡蛋啊 都已经摆上了货架了 这全部都是复活节的一些吃的一些礼品 意大利人相互买来赠送朋友 赠送小孩子鸡蛋 彩蛋 彩色鸡蛋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家公司 这个公司是意大利人消费最多的 就是当地居民最喜欢去的一家公司 那么这里呢 我刚才也看了一下 门口人也都是在排着很长的队伍 听说他们早上也是很早就出来排队了 八点钟就开始排队了 因为会浪费掉很多的时间 他也是每进去一批人 放出一批人 他尽量这个控制的人流量 我们现在去看看这里排队排的有多长啊 大家都在排队这里排队 我刚才认识我的一个客人 怎么在排队呢 我认识客人他说买不到口罩 你看这里都是排队的排队的 好像排出去将近有200米长的 特别的长 现在看来这个意大利人可能对这个戴口罩的意识也增强了 也知道这是疫情的严重性啊 所以有些没戴口罩的可能也是的确买不到这个口罩的原因吧 现在米郎这些店面啊 已经都是几乎全部关门了 全部关门了 除了药店和食品的这些超市在营业之外 其他的已经全部关门了 那么我今天开的车子在外面也溜达了一圈 也将近一个多小时了 那么路上呢也没遇见检查检查 所以说这个意大利人这个还是相对来说还是还是自觉的 一般他们没事就不出门 出门了只要做一个自我声明就可以了